嘿!MV大熊MatchBear desu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呢就是封面上的那一盒東西啦 封面上看起來不怎樣對不對 它其實這麼大 超級大 比爾托還大一箱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開箱吧 OK 這盒東西是我跟阿軒一起合購的 然後就想說一盒是十個 一中盒是十個 所以呢就可以跟阿軒一人陰 就是一組因為一套是五隻 那我們來打開它吧 好炫喔 小獅子有三隻 那我們就代表說有一隻是缺的 少了一隻這個 登登 好吧那我們先來挑一組起來好了 綠的藍的咖啡色 紅色的 以及消失之 這樣子五隻 剩下的我們就把它丟到旁邊去吧 現在要來跟大家講的問題呢就是 它居然不是兩套 所以如果有想買的阿 要注意一下喔 一中盒並不一定是兩套 有可能會有重複的 那總共呢就是這些啦 那 我們來準備開始開箱吧 我們先來開 我剛剛有一盒打開 這一盒它就已經 Lockday了 Lockday了 啊 Lockday我們就直接拆它吧 我們來看一下零件到底有多少 哇嗚 又是零件滿滿的東西 嗯 看來又是零件爆炸的一組 它說明書在裡面 來打開一個 它的說明書是有剛剛拆開來的 哇好細喔它說明 好吧 那我就先來開始組裝 然後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組裝起來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吧 我們回來了 花了七個小時 終於把這些東西全部組完了 真是累爆 這一組呢 好玩的地方是它全部都是可以拆卸 然後可以拔來拔去可以替換 然後還蠻好玩的 可是缺點呢 就是極度明顯的 它為了要把質感做出來 所以呢 它有做了一些霧面的處理 就是 這一支的表面呢 有一些地方的紋路呢 都是比較霧面的 會增加的一些質感 可是問題是 貼紙超級難貼 而且隨時都真的這樣子 撩一撩的狀況 這真的是一個超級購平的部分 那貼紙撩到不行耶 要 我覺得要組的人 如果有一點點 塗裝技巧的話 自己上色比較好 那不然就是寧可不貼啦 因為我覺得 我組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不貼也還蠻好看的 真的還不錯 它可動還蠻有趣的 就是可以隨便亂凹 隨便亂擺 所以有點像 嗯 一般的模型啦 就是做成小小盒玩式的一般模型 組這個的時候會讓我回想起 以前小時候就是 就是吃那種 就是一盒可能 五十塊七十塊的巧克力球 然後裡面就會附贈一隻小小機器人組裝的感覺 嗯 當然這個強度真的是 比那些組裝機器人來的 可玩性高太多了 就是 像這個老鷹 它的翅膀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這樣子 凹來凹去 就是可以 上上下下這樣凹 都是沒問題 只是說裡面的零件可能在凹的時候會掉 不過只要凹好了以後 再把它裝回去呢 我覺得就不是很什麼大問題 還不錯 而且它頭這裡 它除了說 脖子這裡是貼紙以外 它的頭上面啊 跟眼睛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幫你上側上好的 只是說 它上好的地方很可惜的是 下面會有留一些像這種 湯口的部分 很討人厭 超級討人厭的湯口 我用筆刀真的消不掉 因為這已經有點 往內凹了 這是很可惜的地方 不過 畢竟它就只是一個盒碗嘛 100塊 都已經 應該是說100塊 它都已經做到那麼好玩了 你也不好意思再去要求它 要有多漂亮精緻度的地方 這已經做得很有趣了 那 現在的問題呢 就是 我之前看到有一些網路上的人 就有把它給 組裝著很厲害 像是大型機器人或什麼的 那我們也來試試看吧 我回來了 我能夠組起來就只有這種四不像的東西 我已經很認真了 可是 它的零件真的太砸了 我真的 沒辦法 只能組出像這種 超級詭異的醜東西 而且還一大堆零件不知道放哪裡 才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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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有一種 淋淋淋淋淋的感覺 是很好玩啦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的想像力真的很不夠吧 我組起來的東西好慘喔 不過 另外一點是 它的貼紙真的超爛 我這邊裝了幾次 結果貼紙已經快爆炸了 後來只能夠放棄 我應該會慢慢的把它給 一直一直拼回來 然後之後再去買一些就是 小小的東西 然後來跟它做連動吧 到時候應該還會再跟大家開箱 因為我看到網路上還有幾個 還蠻有趣的連動 現在的裝好慘 呵呵呵呵 這一次開箱 嗯 總共是組這個本體 一整個整隻全部弄到好 就大概七個小時 然後加貼貼紙 大概快八個小時 然後再組這個東西 我也組了兩個小時 才弄成中鳥樣子 不過好處是 像大家看到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 它也裝好以後 它其實不太會掉 你大概再這樣子搖一搖 晃晃晃晃 次廊掉了 因為被我後面掰到 後面就掉了 要不然其實它很難掉 所以它其實還蠻愛玩的 我覺得如果有想要 挑戰組裝啊 或者是玩一下這種 就是隨便亂組的玩具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蠻推的 只是說如果太小的小朋友的話 還是不建議喔 因為它的零件呢 還是一樣偏小 因為畢竟它是合幻類的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啦 然後今天大熊的 有夠悲劇的 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大熊的話 請幫大熊訂閱 按讚以及分享出去 那如果有什麼留言 或是想極盡所能的笑大熊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歡迎被你笑 而且我還是會回應你的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也會發現